水烧开 直接下入料汁 辣椒下来 卤汁这边去让它中火去煲煮 这边开火 来一些油 葱姜 蒜 下锅 把这个葱姜给它煎香 煎香的葱姜 直接下锅 这会儿呢 这个卤汁当中呢 这个味道已经完全渗出来了 继续加油 咱要把这龙虾炸一下 油温呢 我们要把它烧到一个六成热左右的温度 炸小龙虾 锅这种高温爆炸呢 可以让这个龙虾的肉瞬间收紧 这样呢 再去卤制的时候 可以更好地吸收汤汁里面的味道 炸好的虾 直接下到卤汁当中 这会儿 我们就是卤制的过程了 什么味道都不用万里加 它里面的咸淡味 以及它的颜色都已经调好了 加上锅盖 转中火 等待八分钟 看看小龙虾 吸满了汤汁 好 这个虾的卤制的时间已经到了 这会儿呢 就可以关火 然后进一步的让它温一下 这样呢 让这个味道入的更足 卤虾出锅 这会儿这个虾已经完全入味了啊 带着这个浓浓的酱香味道 您想煮的一切 我们这个一个料包都可以完成您的心愿 加上辣椒就是辣卤 去掉辣椒就是一个潮汕老卤的味道 您擅担 您擅担 我